新版跟作版其实光看封面就非常的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叔叔 然后我也是白希娜这一系列作品的翻译 那这一次呢白希娜就是成立了她自己的独立出版社之后 她又把她自己之前一系列的作品都重新做了就是调整跟包装 那第一本当然就是她最知名的作品就是魔法糖果 新版跟作版其实光看封面就非常的不一样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糖果的颜色 新版的是透明的 然后新版旧版的话是粉红色 这个透明的糖果其实有很多象征的意义 比如说她内心沉浸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人 才能敞开心胸去跟别人真正的交朋友 书衣也做了特别的设计 看打开来这边前面有个洞洞的头像 然后后面有这个白希娜的签名 然后这个呢一定要抽出来看 这是 里面是她画的草稿 可以看到白希娜的她创作这本书的一个草稿的过程 这个其实对白希娜的创作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草稿其实是平面的 但是它实体的创作其实是立体 在草稿的时候 她就必须定下非常就是缜密的一个计划 然后这样子才能确保说 她之后在拍摄的时候 能够拍出她想像的就是理想中的样子 这一次其实她有请了另外一个设计师给她一些建议 那设计师也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跟她给她一些回馈 对那比如说在我们可以看这个板子 上面这个是新版下面这个是旧版 旧版的话你会看到有点像书名页的感觉 因为书名压在这个地方嘛 但是上面这个新版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框 然后这里有一句话我一个人玩 就是有一点像是东东一开始的心境 它被局限住 然后之后才在后面有慢慢的敞开心胸的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同是 这个对话框 就是原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下面都是方形的 那这上面这个圆形的地方也是设计师给她建议 因为其实这本书贯穿就是她那个魔法糖果的那个意象嘛 所以就是圆圆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的在这个就是她跟这个小蛋猪对话的地方呢 就看看她的框全部都变成了圆形的样子 然后像是在一些光影的部分 这一页 这个旧版的地方你就看到这个房间看来是片是有点暗暗的感觉 然后新版的话它是有一道光线这样打过来 就是照到那个咚咚的脸上 就会有一个非常细菌性的一个效果 那包含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车子啊 比如说桌子上的涂鸦 这些小的细节 其实它都重新做了一个设计 那当然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 直接就是修改这样 它当然就是重新再制作 然后再重新拍摄的一个就是效果 其实在最后这一页 它要发出新的声音 要和我一起玩吗 这一页其实在新版 也有就是重新做过一个设计 内容物是没有换 但是看起来感觉会很不一样 这个部分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发掘吧